台灣人自我感覺良好吧 因為我們算是在國際社會有點像孤兒 那美國其實是目前唯一賣給我們軍火的國家 所以我們對美國還是有它的期待 那因為其實美國文化在台灣其實還蠻 就是還蠻普遍的 從習近平的講話賀電來講 他就是說希望能夠 話重點就是簡單四個字叫風險控管 就不要有意外 我們就慢慢就是用朝和解的方式走 我們沒有意識說希望有衝突 川普上來之後 所以那得看川普跟習近平 在於雙方的一些未來的一些發展 有沒有一個什麼默契在 賴星人能不能過境美國版圖 其實還是看中美之間怎麼喬 會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 隨著我們光年越來越小 這件事會變越來越難 對 所以我覺得 解方還是說其實必須老話一句了 台灣必須要在對中國大陸跟對美國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點 川普在賀錦尼還沒參選之前 他曾經接受訪問說他要去轟炸 北京跟轟炸北韓的平壤是不是 對 可是後來 他在一個什麼募款參會 後來是接受電視訪談的時候 他沒有這樣說 他說人家就問他說 他說如果共軍 中國 walking into Taiwan 走進台灣 進入台灣 對 英文它原文叫 walking into 走進去嘛 走進去嘛 他會課中國150%到200的關稅 對 他沒有說要出兵嘛 他沒有說要出兵嘛 所以我覺得戰略模糊是這樣 我不跟你講 我不跟你講我不要出兵 讓你覺得有可能或不可能 去造成一個恐怖 造成一個平衡 可是問題現在來了 台灣只有 現在只有 不像以前是跟中國大陸跟美國等距 我們可以左右逢源 對 那現在我們全部壓美國 對 民進黨是這樣 全部壓美國 所以美國說我不出兵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買武器 自我武裝 對 那壓力就變全部在我們這邊 跟過去左右逢源 壓力可以分散不太一樣 是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從川普的 川普的這個角色來看 他是希望美國在海外不要有戰事 不要參與任何的戰事或衝突 大家記得 烏俄戰爭也好 以哈衝突也好 美國沒有直接派兵過去 都沒有 都沒有 對啊 打了 烏俄戰爭打兩年多也沒有 對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看清這個事實 就是說美國還有沒有餘裕 來幫台灣出兵 過去是因為我們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那叫做盟國 我們是軍事同盟 就是盟邦 對 我們現在連外交關係都沒有了 是 當然也不會有這個軍事同盟了 對 所以人家出兵 這個不是法律上他沒有這個義務 對 我剛剛 老師剛剛講就是說川普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如果解放軍Walking into 對啊 Into Taiwan Into Taiwan 他用走進台灣 也太小看我們的手臂了吧 沒有 走進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符合賴總統講的民防 民防 民防就是說 因為以前我們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是說要境外決戰嘛 OK OK 境外決戰沒有說一定會輸嘛 對不對 有可能一打 所以解放軍一定是緩緩進來 然後在我們台灣再決戰 是不是 那就是 就是相戰啦 相戰就是你家樓下的便利商店 解放軍在那邊 這樣能打嘛 所以是符 OK 但是這個講法也太 太好笑 但是事實上這樣 他的講法就算解放軍來了 跟你打了 那他的作為就是你打完我就對中國課稅嘛 我也不會幫你 你就去打吧 看你撐多久 反正我就課稅 因為美國現在這個川普一個很天才的一個策略 不是天才 我覺得 On Test 就是沒有還沒有策過的 就是說他要廢除所得稅啦 用關稅來取代所得稅 所以老百姓叫好啊 你想想看從此之後你不用付所得稅 你一年是不是多了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這個在經濟上面來講 老百姓叫好 這老百姓他沒有經濟的概念 他只是覺得稅是我直接我出的 關稅又不是課我的 但是你課了關稅 他反應到還是在物價上面嘛 所以就看川普怎麼樣去化解這個事情 他可能可以叫你說你把我吃下來 你不能轉嫁給我 所以 那不可能你還是回歸到那個成本 所以他要課中國大陸200% 也算是符合他的政策 整個是一致性的啦 老師我很好奇 這個經濟學原理 我自己出錢的經濟學嘗試 我在想我科中國重稅 那中國的商品要進來台灣 那成本就加高 那成本加高東西就變貴 那事實上很多一般的民生用品是 Made in China的嘛 便宜又好用嘛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讓一般的消費者才有便宜好用的東西可以買 這個Walmart才有特價的商品 那現在這些都已經 那個價格升高成本升高了 那不就是我要花更多錢買 這一樣的意思嗎 所以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美國的從2017年開始 美國加戶每年多2000到4000美金的額外的開銷 對啊 這個跟科稅一樣的意思嘛 你就多花錢你還是跑不掉的 所以就看川普他竟然要這樣做 就看他有沒有辦法 把後面的轉價部分給避免掉 他唯一能夠就是賺錢 然後不用自己國內付代價的方式 就是賣武器給台灣了 應該我目前看起來 對美國的經濟 2.3兆 對 對美國經濟好像完全都是正面 沒什麼負面的影響 對中國科稅都會有負面影響 賣武器給台灣 Safe啦 而且只有進沒有出 就是這樣 希望不要戰爭發生 真的不要發生 好了 但是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民調反映出來 是一種台灣人 期待啦 自我感覺良好吧 應該是這樣講 自我感覺 也不能這樣說 就是說大家還是... 因為我們算是在國際社會 有點像孤兒啦 那美國其實是目前唯一賣給我們軍火的國家 法國之前賣過換箱2000嘛 但是他因為有些壓力 後來之後也沒有了 所以我們對美國還是有他的期待 那因為其實美國文化在台灣其實還蠻... 就是還蠻普遍的啦 好萊塢電影啊 這個譬如說 不要講啦 那個iPhone都是嘛 我穿很多人 你穿Nike鞋子其實都是嘛 所以大家會在對美國其實會有一個情感之下 就跟對日本人一樣 可是我覺得對日本就是另外一種感覺啦 因為他曾經殖民過 那美國大家會覺得說 以前不是說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嘛 到現在台灣留學生最主要的目的地 還是美國嘛出國工作 所以會有這個期待 我覺得這個不怪台灣人啦 因為台灣在國際的社會上其實還是蠻孤單的 但是我們期待不代表是別人願意做的事情 老師我跟您報告 為什麼我會說這代表是台灣人自我感覺這樣 因為小弟我也做過不少街訪 然後我也接call in節目 跟很多不管是台灣人還是兩岸的 華人都互動過交流過 台灣人其實很多有一種心態 我相信那些一定會派兵 或可能會派兵的台灣人也有這種心態 就是台灣很重要 就如同外交部長林佳龍講的 美國要再次偉大 台灣不能少 台灣是非常重要 台灣很重要 台灣有台積電 台灣是這個什麼什麼世界 世界什麼航運的中心 然後台灣如果出問題 什麼什麼整個航運大亂 然後半導體自己的完全不行 台灣什麼系統 所以台灣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絕對不會讓台灣發生戰爭 這個是地球都可以毀滅 但台灣一定要在 類似之類的 真的會有台灣人這樣想 所以我會說 有些是自我感覺兩岸 不過那個都是有條件性 就是說當台積電還在台灣的時候 對 如果哪一天護國神山 後來這個半導體產業都離開台灣了 或者是被迫離開台灣了 那台灣就沒有這個條件了 那到時候美國人會不會出兵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也是川普要做的事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一個條件在那個地方 因為川普又特別講說 台灣人偷走我們的這個business 他偷走我們所有的晶片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希望讓這些產業能夠離開台灣 確保不會有這個戰爭的造成的損失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要想一想 目前來講可能他們那些講法其實也不無道理 但是萬一哪一天 因為還在台灣 對 萬一哪天這些產業離開了呢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對 OK 好 習近平祝賀川普喊何則兩立 呼籲雙方加強對話溝通 就是中美兩個大國何則兩立 鬥則兩害 再來這樣 就是習近平祝賀川普了 這個川普回國網路在喊川建國 然後這個還蠻好玩的 擔憂讓中國再次偉大 那我們現在聊這個川普當選以後 這個中美之間的關係還是情況 你覺得會怎麼樣改變 我覺得從習近平的講話 賀電來講 他就是說希望能夠 話重點就是簡單四個字 叫風險控管 風險控管怎麼說 就不要有意外 就我們就慢慢就是 這個用朝和解的方式走 我們沒有意識說 希望有衝突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現在美國我認為川普在競選中 喊了蠻多的這些口號 還是以美國國內的經貿 為最後的目的 因為他認為說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中國大陸不公平 所以他希望能克關稅 不能說只有你的東西進來 我東西沒辦法過去 所以要克你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在於 我們剛剛講過川普是商人 商人只要目的達到就好 中間手段怎麼樣再說 他現在喊的是手段 但他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很明確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貿易要公平 你賺我錢我要賺你錢 我產業不要出走這樣子 那只要達到這個東西 其他的我覺得都可以做 那他現在就是要達這個目的 他放很多手段 不管是貿易戰也好 或者是一些 利用台海的局勢來做操作也好 可是我相信習近平知道這個事情 主要是川普已經當過四年總統 他並不是一個新的人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跟他交手過了 他的玩法大家知道了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川普剛當選 2016年當選的時候 他的孫女還出來唱中文歌 對 他那時候也跟習近平bodybody 跟金晶小胖也是bodybody 他跟好多人都bodybody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脈絡在 所以說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覺得那些手段好像很恐怖 好像壓力很大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可以把那個部分 目的的部分能夠慢慢做的話 其實我覺得雙方不會有那麼緊張 而且老實說也沒什麼緊張的本錢 拜登講拜登現在還是總統 他的財長葉倫講 他說美中經貿一定不能夠脫鉤 脫鉤是災難 那個我看現在網路上有網傳 網傳這個川普的內閣名單成員 都是反中背景的 有可能國安國安顧問會歐布萊恩在回鍋 不然全美都反中 所以 但是有一個是馬斯克 馬斯克不是要當他什麼政府 什麼效率委員會的一個什麼 負責這個東西 就是促進政府效率 就是馬斯克在未來在川普政府裡面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可能很重要 因為馬斯克他就不是反中背景的 而且他可能會想要利用這種 反中 輕中之間做這種槓桿的操作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策略啦 戰術跟戰略不太一樣 他的戰略方向是希望把問題解決掉 那戰術其實可以有很多種變化 那我覺得馬斯克那確實也 當時川普說他會有角色 那現在看起來就這個角色在 不過美國其實應該講 美國現在大部分 因為COVID-19關係 其實全美反中情緒是很高的 就是說反中是一回事 那到底要不要走到什麼程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說經貿也要切斷嘛 這關稅壁壘 那我覺得財長都說不行嘛 但是好啦 就是全美 就如同老師講的 全美都反中 我也相信川普他還是會把反中 當他的一張牌來打 對 當一張牌 但是我說從台灣的這個角度 反中不等於美國就要保台 這完全是兩個概念 兩回事 所以台灣不要這麼自我感覺 然後就是川普反中 所以我們聽到反中 他可能把台灣給賣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維持等距 對 所以當美國反中力量高漲的時候 我們被迫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對 那變成說那台海的關係也會更緊張 我們沒辦法去控制 對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槓桿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槓桿 後來有人說台灣棋子 沒關係 因為台灣就小 可是過去槓桿作業是說 我們可以在中間做一個平衡 讓我們不要陷入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現在因為選邊了 我們只能跟著美國走 變成是以美國的立場為立場 那就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失去了彈性了 對啊 你就是想人跟人之間都是這樣 你一面倒向我 我對你就拿俏 但是你對我若即若離 我反而對你感覺付出會比較多 對 就是這樣 好 來 我們講賴清德出訪 過境美國本土嗎 打個問號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當總統了 他當總統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不容易 但過境美國本土 我們中華民國也有不少總統 過境美國本土的 那是關係好的時候 馬總統也有 那關係好 而且那時候承諾就是說 都在飯店裡面閉門的活動 打電話給那些參眾議員 連蔡英文都有 對啊 但是就是說世外要低調 我是覺得他會比較難的原因 是因為他從上任之後 講了很多灰色地帶的話 包含這個一邊一國 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共互不隸屬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灰色地帶 其實他講的有沒有錯 前半段其實沒錯 因為我們本來就互不承認 所以按照憲法 反而就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到大陆去拿的是签注 大陆人来台湾拿的是签注 他不是拿签证 签证才是国家跟国家 我们是要说台胞镇 他们叫大陆同胞入台镇 大陆人民入台镇 他后面的一句话没讲 后面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说 两岸主权有没有重叠的争议 他没有讲这个话 他刻意不讲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欢迎回到九二共识一中格表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争议的话 那就是 一边一国 那就是会踩到美国的底线 好了 但是因为他没有讲清楚 他一直在打这种擦边球 变成说你看美国 那个AIT的处长古力言 三番两次出来讲一中政策 我没看过哪一个AIT处长 频率那么高 一直出来重申一中政策 还有讲说这个 最近接受 我看媒体访问 在美国大选前 他就说 大家不希望有这个 台海有这个现状被改变 所以我觉得他的话 感觉就一直 被美国来跟他提醒 说你不要再这样讲 不要再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他 美国人对他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没那么放心 照理说 萧美琴副总统 跟美国关系是不错的 应该是一个刹车皮 但是看起来 好像是被晾在一边了 所以你觉得川普当选 现在开始到川普 就任这个期间 因为你是讲他是交接期 首先交接期 他有可能过境 然后川普当选之后 我们分两段来讲 交接期他有可能过境 美国本土吗 之前有传出来 但是变成是夏威夷 那他就不要了 那就看拜登的意见 意思 如果要让这个议题炸掉的话 那就反正留个烂摊 让他过境 然后让他公开演说 然后什么都不管他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因为到现在明年1月20号 他们才 川普才就职 还有时间 所以那得看 川普跟习近平 在于这个双方的一些 未来的一些发展 有没有一个什么默契在 是 对 那如果觉得说 好 那就要控管这个风险 为了两边 不要剑拔弩张 那他就不可能过境了 对 那如果不是 那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可以操作的一个 另外一个类型的杠杆 所以賴星人 能不能过境美国版图 其实还是看中美之间怎么巧 当然 因为这个是 他基本上 过境这件事 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对不对 要不然很多地方可以过境 但是我必须讲了 就是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所以我们的光源越来越小 这件事会变得越来越难 对 所以我觉得 解方还是说 其实必须 老话一句 台湾必须要在 对中国大陆跟对美国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点 这个东西就会 比较有可能 或者是这样讲 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搞得和缓一点 其实你跟美国那边发展 大家互信 大家互信 因为现在互信没有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 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